困住了你的黄昏心 哭红的双眼 惊飞的鸽子 台湾第一部4K电视剧 靠着不同于以往的画面效果 以及牵动人心的悲观离合 在最终回 创下了263万人收看的新纪录 4K我觉得很吸引人的地方是 就像这个草莓来讲 它就像在我面前 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这样子拍的话 我都觉得我都已经快可以拿到 其实4K已经不是电视台 才玩得动的摄影威格 从极限运动摄影机 到手持式的装备 再到专业级的器材 4K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不过硬体的门槛降低 不代表大家都能够拍出 4K该有的画面 看看金岩事务所西风 在拍摄的时候震照 大白天为什么还要补上 18K的巨型灯呢 以这个画面来讲的话 你看可以看到全部的角度 几乎都有的 这个现场的光 其实是已经亮到非常次眼 完全没办法睁开眼睛了 那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说 我摄影机一定要缩好光圈 缩了光圈之后 它焦距才会拉长 那才能够达到 我们所谓的全焦的效果 吃光皱 确实是4K与传统摄影 差异最大的地方 以西风的经验来看 想要拍出差不多的景深与构图 如果HD的环境只要一盏灯 那么4K的现场 至少要多打三到五盏灯 那才够亮 不过一般人在拍摄时 多半没有机会打灯 因此西风特别提醒玩家要注意 光线不够容易拍出前景深 而前景深也就代表容易失焦 因此拍摄时千万要再三留意 免得花了心思 最后却只看到朦胧美 另外因为4K可以拍出非常多的细节 看看这些当初专为展现电视机功力 而拍摄的影片 真的是先豪接见 就算是人眼 有时候都看不到这么细 在HD时代 看到毛细孔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HD时代其实就有了 不用到4K时代 可是4K时代 我们会强调是什么东西 除了毛细孔之外 像演员脸上的蛤毛 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 脸上的蛤毛 一根一根都非常非常清晰 即使透过已经是铺了粉之后 还是可以看得到这种 脸上一根一根的蛤毛 想让自己的作品也这么精彩吗 4K摄影绝对是一个全新挑战